在系指明峰街307巷到康宁街一带电缆线迟迟迟没有下地引起民怨 所以今天上午相关单位人员就到现场会刊 此时卡在新规定地下化的经费台电与地方政府得各出一半 当天依旧是没有结论也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直批会刊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包括里长、学校、台电、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是来到金融国小侧门这里会刊 因为针对明峰街285号对面以及康宁街307巷口的这处电线杆能不能地下化 当天再度会刊 北山里里长林真雄就表示因为地下化得要找地方设变电箱 本来是想要设置在学校后门 不过担心会有疑虑 学校就要再往上承报 因为很多民众说我们这个电线杆为什么还没有地下化 明峰街跟康宁街这个部分 主要会刊就是被内乡的位置先厘清 再来进会的问题 怎么来着手 那原则上我们校长这边要跟教育局面来讨论 目前我跟台电办这么多次的会刊里面 地方制作款的问题跟台电的问题要各办就一人50% 那很多会刊的地点就出在台电的部分 台电现在讲的方式就是台电那边经费OK 就是卡在新北市跟我们地方气工所这边的经费 制作款没办法出来 所以说回到原点还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个事情 其实邻近有许多地点可以协调设置的可能性 只是出了地点最大的问题还是卡在新规定 台电不再负担全部的费用只出一半 而另一半则是由地方政府出也让好多地方的电线 地下化都没办法做 光是细致就有十几处也引起地方不满 我们现在跟台电邀一些资料说把地感天下化的 主要干道的一些有会刊过的那些资料 委员这边也要求说看能不能把它整理出来 那新北市政府这边如果说前制作款有什么问题 没办法来支援的话 委员这边看有没有办法来做一些支援方式 所以说这些资料先出来以后 这种会刊来办才有意义 不然每次办一次会刊就是没办法完成一些事情出来 这种会刊也等于白办了 当天的会刊还是卡在同一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也将和台电持续的沟通 让电缆地下化有进展 觉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